之前啊,在网上 终于一些网友这个 提问 准备好了吗 首先是,觉得自己粉丝多还是小胡粉丝 小胡 为啥? 我相信大家都能看得出来的 大家都能看得出来的 我刚刚问他 他是不是女的? 没有,他谦虚的 小胡太谦虚了 年轻轻这么谦虚,可不是个好人 谁让他说? 小胡 做人嘛 好看的人 好看在皮囊千篇一律 有趣的灵魂万里跳野 我就是那个有趣的灵魂 那就是得知自己 学习要跟好恶意为一的一刻 心里是什么心情? 我老急动了 我一动不敢动 其实心里是 说实话有点开心 但是也有点紧张 被打过了,这把这把砸打 太难了 你敢跟豪哥赛前放了什么 没有,我跟豪哥商量好了 我俩就是得受伤 然后娱乐 毕竟全明星赛就是一个观赏性的 观赏性的一种钱 对 自己觉得自己心在有点发生吗? 刚才是不太满意 现在稍微长了点好一点 我相信再留一点 我就可以像 对 你都是休息的时候吗? 平时休息的时候 就是陪啊 逛街啊 然后看电影啊 吃个饭啊 对 然后不在的时候 自己就打打游戏啊 哈哈哈哈 中间 阔湖 阔湖 那这围宠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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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宠 赵润美去打新疆的时候 多分都更高吧 那就是 能不能把每场对手帮助新疆的去打吗? 这个问题非常棒 杜导问我 不要只打新疆的时候才发挥 你要保持 你要保持每场每场都打新疆这么多才才可以 不管怎么打得好不好 都是尽全力 那能打中什么 打什么招 羊肉串呢 羊肉串气球挺好吃 但是吃多了胖啊 去年陈迷洁有点说 其实最喜欢吃的就是拿个包饺 如果平时会带家人来广东的话 会带他们去吃一些哪些粤菜呢? 粤菜的话 我好像真没在家里人吃过 然后 那来广东吃? 来广东就吃东北菜 这边有东北餐馆 然后就吃东北菜 然后其他的饭菜的话 基本上就是在食堂 这四处的食堂吃的 有没有学会几句拜年的粤语 当海中有没有什么 其实粤语的话 其实也就会那几句 然后我也说的可能不是那么特别好 都会了我们秀一下 真的 大家好 OOCJUY 祝大家 祝大家 三年快乐 王道飞黑 刚才是大家好 我是赵薇 祝大家新年快乐 王道飞起 王道飞起 谢谢 OK 赵二你好 欢迎接收腾讯体育的采访 又是年来到全民兴的舞台上 感觉有没有什么 与往年不一样的地方 其实不一样的地方 我觉得就是 青年可能新增了很多环节吧 然后包括也是头一次就是在游乐园旁边居住 然后我觉得这一点我觉得比较符合现在年轻人的一种玩法吧 我觉得我觉得很有很有想法 这也是件好事 但是可能会有点吵 因为闲儿比较多嘛 对对对对 还会有去动物园参观的环节 不知道你对哪种野生动物有格外的兴趣 可惜了 他的野生动物园不知道我没有驴 其实我就比较喜欢在这个野生动物园里看跟跟头驴合一张眼儿 那为什么会欣赏野驴这种动物呢 嗯 在队里看家养的看惯了 我觉得看个野生的也挺好 那这次相信每个人来到全民兴都是带着自己的这个这个活儿来的 这次全民兴有没有哪些想要秀出自己的地方 因为那也有人说赵瑞士有可能冲击纪念在去看没必 可惜了大家都以为我要冲击MVP 其实我是想表演个馅儿的 但是没给我机会 其实我想来单口馅儿 可是下次吧 看其实怎么说呢 这个东西其实一直在我眼里都是顺其自然的一个东西 可能手感好的话等会儿可能就稍微多一些 然后等会儿不好的手感不好的话 可能就是会给队友创造出更多的机会 然后也是希望大家能够赢下比赛吧 对 今天呢能够入选全民兴一方面的表现非常出色 而一方面我们的战绩也是一直高中能进 其实今天很困难 我们折损的受贫 一段时间的缩维也是受伤 你觉得在这么困难的情况下 我们依然能够排在榜首 你依靠的是什么 我觉得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团结 然后就是我们做好了任何困难的准备去面对每个对手 然后 然后再有一个就是我们在面对困难的时候 比如说我们用解决的方式 然后解决的会比较快 这样的话会让我们就是打得更加出色吧 对 然后越打越出色 可能面对的对手造成困难越多 然后我们就是越能去丰富我们自己的一些阅历吧 对 杜丰知道现在已经不把你当做年轻球员了 他是你为这支球队的中间力量的 他对你的要求和以往相比有什么不同 其实他对我还是比较严格的 因为 谁 作为我来讲 我也不想去犯一些错误 但是我现在处于这个阶段 还会犯一些 怎么说呢 就是 还会犯一些错误 但是他一直在跟我讲 我应该朝着什么样的这个目标去 去努力 然后怎样去做 其实他告诉我的最多的就是 怎么样 在这么长的联赛 这么长的时间里 保持一个稳定的一个状态 然后而且是持续进步的状态 这样的话 你达到最后的话 对你自己的阅历 对你自己的成长的进步 是肯定是巨大的 对 他们说网统队里有艾马 艾斯 阿日 徐杰 王兴凯 这个小胡 你觉得和他们相比 是不是自己 某种程度上来说 相对来说挺幸运 这个东西确实是 但是有的时候 在他们被说的同时 我自己也会再听 到底出现了什么错误 然后到我做的时候 我应该怎么去做 应该去做状态选择 避免这些 就是教练讲完第一次 然后我还在犯的这种错误 我觉得这样的话 就不是一个聪明的队员了吧 我觉得 嗯 你觉得这个赛季到现在 你自己经受的最大的挑战是什么 我觉得自己 接受最大的挑战 嗯 我觉得 比如说是伤病 或者说对手对你的研究 嗯 其实对手对我的研究 这个赛季可能会比之前 多很多 然后我也自己也感觉到了 自己的进攻不是那么的舒适 但是我也在去调整我自己的一些打法有的时候 面对一些对手给我造成的压力 然后我应该去怎么去解决 然后怎么打的更好 打的更聪明 对对对 然后我自己也能感觉到 对手对我一个照顾 所以说我应该想的在进攻方面 然后想的更多打的更聪明吧 然后这样的话可能对于我自己来说 也是一个非常非常棒的一个成长的一个过程嘛 嗯 这个夏天 跟随中南篮 南征北战 参加世界杯 其实大家打得很努力的 最后的结果并不是很理想 那这样的一个过程 一个经历 你觉得有刺痛到你 嗯 嗯 其实伤害还是很大吧 但是 嗯 发自内心的想跟支持中国篮球的一些那些球迷们 关注中国篮球的球迷们说一声抱歉嘛 然后让就是让他们失望了 然后我们自己也在检讨 然后怎么样去提升我们自己 然后在未来当中 怎么去更加就是每个人都用自己最好最棒的一种状态展现出来 给他们看 证明我们一直在进步 然后改掉我们之前的那种状态吧 所以说我们现在就是需要从点滴做起 从小时做起 这样的话一点一点积累的话 可能对我们来说是效果可能会远远不一样的 嗯 会有一种更强的动力去刺激 在取得一些禁锢的时候不会飘起来 在碰到一些困难和打击的时候也不会消沉 会有这样的力量 嗯 我觉得这次世界杯对自己的帮户还是蛮大的 低谷的时候不要气馁一定要抬起头 因为过了过了这晚第二天又是崭新的一天 然后打得好了也不要骄傲 打得好其实让你要自己想 在我现在自己这个能力的范围 我觉得打好了这是一件很正常的事 而不是说打好了一场比赛 网上网上就是一顿血霜 然后这么一顿夸你 然后我自己觉得飘飘然了 我自己就是最好的或者怎么样 然后就骄傲这种 我觉得一定要放下这种心态 保持一个平常性 这样的话你做事才能有一个最专注的一种状态 对 好 谢谢 好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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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ke 点滑